大家好,那么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亚速钢铁厂 俄军使用了图22M战略轰炸机 轰炸了亚速钢铁厂的核心部位 这个轰炸的视频我把链接放下面 你点开标题下面你可以看 从轰炸的情况来看 俄军使用的是FAB-500空气炸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炸弹 这款炸弹是苏联生产设计的 重是500公斤 是通用的空头炸弹 带有高爆弹头 主要用于俄罗斯空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最初的是M54型号 1954年定型推出 用于重型轰炸机内部运输 1962年低阻力的M62 用于战斗轰炸机的外部挂载运输 这个炸弹是非制导的 具有单头引信 并且与大多数的非苏联的飞机 可以进行兼容 那它的重量是500公斤 长度是2472毫米 直径是400毫米 这款炸弹在1980年代 主要用于苏联对阿富汗的空中的打击 叙利亚内战时期 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 也大量使用这款炸弹 在乌克兰的切尔尼哥夫 乌军曾经发现俄军的FAB-500炸弹 未爆弹 另外在基辅方向 俄军使用过FAB-500的一个变体M62 那这款炸弹是空气炸弹 我简单介绍它的原理 空气炸弹是含有高挥发性的燃油浮制 使周围环境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的一种爆炸物 它的爆炸过程中使环境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 消耗大量的氧气造成爆炸区域内短暂的缺氧状态 它在使用时 这种5G通常它的爆炸波的持续时间 比常规的凝聚炸弹持续的时间要长 那么它的爆炸原理呢 主要就是当这种空气炸弹头放到目标上空时 特种引信作用下引爆母弹 将子弹散在空中 那么子弹中的燃料在压力的作用下 从系孔中迅速喷出 均匀散布在空气中 与空气中的分 充分混合成悬浮状态的气溶胶 并在目标上空凝聚成覆盖面 当气溶胶达到一定浓度后 由子弹中的引信在空中进行二次引爆 在瞬间释放大量的热能 形成高温高压的火球 其温度通常在2500摄氏度 以每秒2000到2500米的速度迅速膨胀 达到毁伤目标的目的 与此同时呢 这个油气燃烧还将在短时间内 消耗掉爆炸区域周围的大量氧气 造成有声力量的窒息死亡 实际也是一种窒息弹 或叫云爆弹 那它可以采用这种导弹攻击 也可以采用这种航空空中的空头方式 这种云爆弹呢 实际目前的国际公约没有禁止啊 就这种气氧胶炸弹 燃料空气炸弹 国际公约是没有禁止的 联合国呢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规定啊 不可对平民使用这种武器 目前为止 所有试图立法限制 会禁止使用燃料空气炸弹的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现在看呢 俄军使用这款炸弹呢 如果不对民用设施 进行打击 是不违反国际法的 那现在在亚素钢铁厂核心区啊 剩余的几千名啊 亚素营的新纳粹分子 应该不会有生还的可能性了 其中也包括北约的一些雇佣兵 那也不会有生还的可能性 那可能有一些躲在地下室 可能有一些躲在地下室 有生还的可能性 现在呢 整个亚素钢铁厂核心区地上 地上的这种进攻 我觉得应该已经基本结束了 就是在地下进行搜索 进行抓捕了 这个规模就小了很多 那所以现在呢 亚素钢铁厂全部解放 这种空气炸弹进行轰炸 地上不会有活着生命了 不会有了 那现在呢 俄罗斯方面又有个最新的消息呢 约两千名外国工军 已经抵达了渣布热 这个外国工军呢 由三部分组成啊 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战士啊 主要来自于土耳其 阿塞拜疆的国工军啊 有来自阿塞拜疆国工军啊 这个还有来自一些中东国家的 那主要是说阿拉伯语啊 那这些国工军呢 基辅呢 打算将他们投入到马里沃尔的 解除封锁的战斗中 但由于俄军已经解放了亚素钢铁厂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已经取消这个计划 那么现在呢 已经把这两千名外国工军 转移到阿夫迪夫卡方向 这个阿夫迪夫卡啊 如果长期关注顿巴斯局势 应该知道这个地点不陌生 就在顿尼茨克旁边 阿夫迪夫卡 也就是说将他们投到顿巴斯的 东部战线 已经放弃解救马里沃尔的 那之所以有大量外国工军 进入乌克兰呢 就是三天之前啊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泽连斯基在基辅签署了法令 乌克兰政府承认外国工军啊 给了外国工军在乌克兰军队的一个合法身份啊 乌克兰的国防军正式承认外国工军 那从这点看呢 会有更越来越多的啊 更多的外国工军进入到乌克兰啊 为什么 实际上说明乌克兰现在 他的国防能力在下降 就本国的军人啊 有战斗经验 有战斗素质的这些军人 数量越来越少 你看乌东地区几千几千人投降 这些是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投降了 那乌克兰呢 他的战斗能力就下降了 为什么 他现在招兵啊 他争上来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没有过作战经验的 一些新兵或者一些民兵 他的国防实力在下降 他需要一些职业军人 那这些职业军人 有作战经验的大多数外国人 你像阿塞拜疆 土耳其 对吧 还有中东一些常年作战的 这些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给他一把枪 给他一些武器 他可以直接进入到战场 直接作战 不像新兵你需要培训 需要打靶射击 是吧 还要给他培训怎么作战 是吧 怎么布防 怎么挖壕钩 是吧 怎么尝试巷战 怎么进行这种清剿行动 怎么排列 他不用交 这些外国公民兵 他上来就可以用 而且价格也便宜 是吧 乌克兰政府只需要 给外国公民兵公司提供资金 这些人就可以进入 那乌克兰又给了他们一个合法身份 所以未来会有大量的外国公民军进入 主要来自中东地区 现在我了解的这个工资也不高 而且这些人作战效率非常好 中东的这些雇佣兵 他有个特点 就因为长期与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 在伊拉克作战 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另外一点 他们不会轻易投降 他是有口碑的 你看卡杜罗夫 他手里这些车臣 这些车臣部队 你就知道了 这些车臣部队 不会轻易投降的 在基辅北部地区 宁肯们斩首 被割喉 也绝不投降 所以这些战事呢 我觉得在国际雇佣兵市场 是有口碑的 所以呢 乌克兰方面呢 应该是和这个西方国家一起联合 出钱 雇佣这些中东地区的雇佣兵 所以未来会有大量的 来自于中东的 来自于这个欧洲的 来自于美国的 加拿大的雇佣兵进入到乌克兰 主力还是这些中东雇佣兵 所以未来在乌克兰战场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讲阿拉伯语的雇佣兵 那随着马里沃尔的解放呢 也就是亚素钢铁厂啊 最终的解放 我觉得俄军的主力呢 会北上啊 北上进入顿巴斯地区 也就是顿巴斯 顿捏斯克 卢干斯克 一个大国 伊纠姆 哈尔科夫这个方向 顿巴斯北部 那么俄军呢 他的主力部队 调往北部地区 在哈尔科夫 在195 这个决战 也很快会开始 从轰炸亚素钢铁厂 这个行动来看 普京真的愤怒了啊 特别是莫斯科号 在黑海北部沉没 普京真的愤怒了 所以现在来看呢 顿巴斯这场决战 普京应该会动用 俄罗斯的大杀器 应该会给乌军 一个沉痛的打击 所以这场决战 俄军 应该是势在必得 所以现在看 马里波尔解放 那就意味着 顿巴斯决战的开始 所以顿巴斯决战 很快就要来到 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及时给大家回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